謝謝大家這麼有熱情的來這邊聽我講台北城的事情 那不好意思 因為我是 我台語講得不好啦 所以我不能用國語講 然後 講到台北啊 大家很難想像說台北以前就是這個樣子 只是以前清朝的台北城 這個地方就是現在的新公園 大家知道新公園嗎 現在台北車站在這裡 出來這個管前路 這條路就是管前路 然後北門 北門其實就在台北城的附近而已 可能一般去的人不會走啊 就是比較偏的一個位置 然後這個西門是什麼 西門町 就現在西門町 日本人弄出來一個西門町 出去就是那個 日本人的花花之間 就是在西門外 然後這個文廟是哪裡咧 孔廟 孔廟 不是喔 現在台北孔廟不是喔 孔廟 孔廟是在城外的這個地方 孔廟是現在的北英女 那個 司法院 司法大廟 這幾個房子啊 這兩個房子是兩個 一個是城市甲廟 一個是臨市甲廟 一個是臨市甲廟 都被日本人 請他們搬走 在這邊蓋著東門市 所以這條路就是凱達哥 大廟 出來到東門 東門現在還在啊 只是說城牆都不見了 然後這個地方是現在的那個台大 台大醫院 新的台大醫院 然後這邊是台北兵廟 這條路 東門進來 中道總門市 他以前還被城 我們現在很難想像 以前 這個樣子 他為什麼會都消失 最主要就是被日本拆過 拆過 他們把城牆 拆了之後做三線道 很有移的三線道 很寬 很寬的大盤 就有點類似那種 公園式的道路 你走在路上 然後走在公園裡面 就是強調他們的 現代化 所以這一圈現在變成 中校東路 中校西路 然後中華路 南國西路 跟中山南路 之前挖那個 台北捷運的時候啊 挖這條 挖下面要挖出城牆的那個石頭 跟他們打樁 拿那個基層的木樁 都挖出來 但可惜因為就是 變化房園 然後要住捷運 把他們都搬走 這是有點可惜 然後日本人在做這個 在拆成牆 拆下來的石頭 他把他拿去 蓋海水坑 蓋他被監獄 的圍牆 對 我有一次經過那個 欸 我聽過你講好像 這隻石頭 有的是從那個 洪湖那邊搬過來的 從裡面不是有一朵 那個什麼旋律 洪湖應該 那個石頭 不然那些石頭是被搬去 石頭是從 從大直那邊開城 就 就我知道是從大直那邊開城 然後用船運 也是透過那個 淡水滑降路 因為這個石頭量太大了 不太可能說從人員一萬塊 也太壯了 對啊 而且你要知道當時這些 城牆啊 幾萬塊 好幾十萬塊 官方哪有錢應該這些 直接成這樣 我是去跟林間 林間強 強勢募絕 你知道嗎 所以像那個 那個板橋林家 他就捐了 好像二十萬還是 才五十萬 還蓋這個牆 蓋這個什麼牆 二十萬塊 十塊獸 不是不是 二十萬兩 哇這幾位是 那個從 台南港 封城模糊感 封城模糊感 這幾隻在地板 好啊 這邊 這邊很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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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你們來正好 因為我才剛開始 太好了 然後再來看著那個 剛剛那個台北城 大家不要想說整個清朝的台北都不太陽 而且是 台北城的出現在最後 最後的十幾年 清朝的最後十幾年 才出現台北城 在此之前是沒有台北城那個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看這張圖來 大概了解一下 台北的建築是怎樣的 發展的過程 最早當然是沒有漢人的 什麼 就是庭谷 庭谷在 各個庭 庭原地 現在 被叫做凱達克蘭 然後再來呢 就是西班牙人 因為荷蘭人佔領 西班牙人 跟他們 對抗 就是佔領北 所以他們在台北 對西隆的這個 港邊 蓋了一個城隆 然後西班牙人被 很難 趕走了 又被正能功趕走了 那正能功 很難跟正能功都在南部 所以北部 又比較沒有 那是直到說 這個康熙年間 臺灣被收入清朝版 開始有大量的漢人 所以說你看像台南地區的話是在貨南時代或者說明正時代他們就開始大力的開始 那韓北部是相對晚的很多 然後漢人來了之後就帶進來漢人漢室的和苑然後漢人的結石 新莊、母甲道、寺寺這些比較重要的居物 然後呢他們來這邊不是來這邊安居熱業的 是來這邊開墾的是過了很辛苦的生活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說他們為的生活就是要有一些產業 那台灣其實在整個清代來講主要的產業還是品農產為主 所以呢這個就是我會之後會講到髒腦鳥的染部 就是製造染料 染料是一個很重要的出口品 然後這整個很漫長的清朝的發展的歷程就出現這些聚羅 但是到了很末期你看1862年 就隔日隔浪日本30年前 開始開港通商了 那這個時候外國的勢力就 堂而皇之的就進來 以前也是有進來 就說通了 但是這個開港通商之後他們可以進來蓋 在瑞關、領事館、各種洋行、倉庫 然後接著幾乎叫人建議 這個就是在清朝末期之後 然後同時洋人也帶進來查產業 因為我們知道英國人最愛喝茶業 最愛喝紅茶 然後影響到歐美 這個蜂巢影響到歐美 然後大家都愛喝茶 所以當時不只是台灣 就是在中國大陸這邊 也生產很多茶 出口外銷到歐美 所以洋人覺得說 這個東西是可以賺取暴利的 所以他就是來台灣看是不是能夠種茶 就發現真的可以種 而且品質很好 因為發展這個茶產業 讓台北變成非常富裕的地方 所以有錢之後怎麼樣 台北就射死了 以前只有台南府城 那清末的時候台北射得死 等於說南北的經濟地位已經是 已經是相傳 然後這個時候在清末很有名的就是 滿橋林家 他們是一個大豪主 他們是地方的這個大的一個經濟的力量 其實在當時清政府很多的那個 像開山府辦啊 然後這個辦張腦啊 辦演務啊 然後建設體務啊 建台北城 所以他們家都有一個禮財 所以他們家留下 留下了他們的豪債 跟一家花有 等於說這個等於是清末 就是說台北在清代的這個發展過程中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財富累積的一個成果 然後清末台灣建設 因為中法政爭 之後台灣被法國人攻打 請早安重複台灣 終於建設了 然後同時也進行一些軍事建設 做什麼呢 做砲台 做這個機器 然後做蓋鐵路 然後呢 最後才 到了建設台北城 這整個大概 台北建築的發展過程 那我們就從那個最早的開始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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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